遠景獲報有人走後鬧事 立刻趕到現場 發現一名男子手持武器 情緒激動完全不顧警方叫他放下 好幾名警察直接壓制 但過不久他竟然直接休克 昏倒在地 沒了呼吸心跳 呼叫119支援 男子被台上救護車送禮急救 指示在醫院待了不到兩天 仍然回天罰術宣告不治 這事發生在2019年8月20日 深夜10點多 桃園蘆珠光明路二段的案件 死者也就是當街揮刀的是游戲男子 家屬控訴警方執法過當 而檢方勘驗密錄器發現 遠景壓制時對方沒有激烈反抗 還發出嘔吐 聲音吟聲 女友甚至三度反應太用力 警方卻都沒有減輕力道 檢察官認為當時游戲男子已經被上銬 5名遠景卻仍持續重壓 加上罰衣解剖 死因是酒後躁動 被警察壓制 引發酒精中毒及滋事窒息 檢方認定 警方的過失行為與游男死亡有相當因果關係 癥結已過失致死 起訴5人 本案是發生在108年 經本分局審慎調查 現場遠景組織過程均符合程序 並無過度使用強制力的情形 對此 盧竹分局警方回應 當時男子酒醉情緒失控 還出權攻擊局情遠景 使用強制力壓制 是為了保護自身及現場其他民眾 強調執法一切沒問題 後續法院審理階段 警局也會提供相關法律協助 接著就看司法如何審判 TVBS新聞 廖宗慶 徐運廳 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